男人为了扩充自己的脑容量 不动声色地走进电梯 掏出随身携带的扩容装置 准确地将它与脑中芯片连接 经过一番紧张的等待 成功将容量提升到16万兆 此时的电梯刚好到达顶楼 它是一名机密数据信使 平日以帮助他人运送资料谋生 这次不惧危险强行扩容 只是为了恢复自己的记忆 原来在2032年 人类已经突破了脑机接口技术 通过与神经系统的连接 便能完成大脑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传输 而作为信使的强尼 需要定期清理脑中的信息 因此强尼经常丢失记忆 往往连自己的住所在哪都记不起来 痛苦的他早已厌倦了现在的生活 为了找回那些遗失的记忆 强尼决定与好友联系 结果却被告知医生临时加价 可他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费用 这时好友为他提供一桩大声音 而报酬足够支付他找回记忆的开销 为了摆脱如今的生活 强尼只好启程来到约定城市 可这里早已人满为患 原来全球已然爆发未知瘟疫 专门攻击人类的神经系统 一旦被感染只能等待死亡 很快强尼来到了交易地点 结果当他与对方表明身份后 却被告知传输的资料竟有32万兆 为了能够拿下这笔订单 强尼只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接着提醒对方保留三张图片作为导注钥匙 虽然强尼深知过在非常危险 但此时的他没有任何办法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 随着工作人员按下按摩 大量的信息瞬间涌入强尼大脑 剧烈的疼痛导致强尼抽搐不语 这一刻的他已然无法回头 只希望数据能在三天内被取出 否则他的生命将受到威胁 好在传输很快完成 当强尼摘下设备 此刻大脑还无法承受这些复杂数据 强尼只好故装镇静起身走向厕所 这次超负荷的传输已然让他险些崩溃 虽然身体还可以强撑 可他无法控制留下的鼻血 好在强尼在内功方面有些噪音 经过一周天的大循环 身体状态已经恢复 而其余人防止数据泄漏 正准备将所有原件销毁 可他们并不知道一场危机正在来临 此时山口组的人已经来到门口 只见队长掏出一根激光线 随手一挥轻松破开房门 抬枪便朝着人群疯狂扫射 听到声响的强尼躲在门后 抓住机会瞬间将对方击晕 接着走出房间 抢先拿到密码图片准备离开 结果却被霍尔直接批断 接着快速躲过对方的攻击 在霍尔珠队友的帮助下 强尼成功逃了出去 然而当他们还在奋力追击时 殊不知强尼早已乔装打案 大摇大摆地走出大路 离开的强尼立刻与好友联络 在得知交易地点后 孤身来到一处废弃工厂 结果发现对方竟是山口组成员 可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强尼就被对方抓住 好在来是早有准备 直接启动了提前安装的炸弹 虽然强尼得以逃脱 然而对方不会就此罢手 这时楼上突然传出声响 光头毫不犹豫抬枪射击 结果杀掉的却是其他帮派的小弟 这下直接惹怒了他们的首领 在他的帮助下 两名山口组成员瞬间被击杀 他叫哈德是勒泰帮的首领 常年盘踞在远处的吊桥上 结果没等强尼道谢哈德却突然消失 但冥冥中感觉他们还会再见 下一秒就被他的保镖偷袭 当强尼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桌子上 而山口组的霍尔也在这里 强尼实在想不出洛夫为什么会背叛自己 可此时强尼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霍尔正准备取下他的头颅 危机时刻一个女人从天而降 这一刻不仅强尼蒙了 就连洛夫也是一头雾水 因为这个女人她也认识 刚刚爱丽还打算应聘洛夫的保镖 结果却被对方当众羞辱 只因爱丽植入的是低级芯片 此刻爱丽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轻松将强尼救了出去 看着二人成功逃脱 恼羞成怒的霍尔直接把洛夫劈死 接着带着手下继续追击 结果却误闯进勒泰帮的地盘 在哈德的帮助下 二人这才得以逃脱 看到爱丽伸手不凡 强尼决定让她当自己的保镖 这时爱丽不经意用手电筒晃了一下强尼 殊不知这下差点要了她的小命 眼下情况紧急 未知的记忆伴随着疼痛不断闪现 好在不久后恢复了正常 恢复清醒的强尼只好把一切告诉爱丽 如今只剩下两天时间 他们需要尽快把数据从脑中剥离出去 男人一把推开桌上的杂物 经过短暂的思索 接着在货架上寻找所需的配件 为了导出大脑中的数据 她需要临时搭建一套虚拟系统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 随着强尼凭空悄悄点点 她的意识瞬间与全球网络相连 在爱丽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强尼成功解锁了后台程序 结果却只发现全来医生的名字 或许她能够帮自己解决困扰 与此同时 伤口组同样通过网络找到强尼的位置 立刻派出小队前去抓捕 可此时的强尼不肯放弃 决定进入另一个系统再次尝试 起初系统对她还有所防备 直到强尼威胁破坏网络 系统这才说出了强尼大脑中的秘密 原来她的脑中存储的 竟是砝码药厂的资料 让她去寻找全来医生 可没等说完系统就被为之病毒吞没 下一秒画面中突然出现一个女人 提醒强尼赶快逃跑 而艾力同样发现了危机来临 立刻强行打断连接 在敌人发现前扔出一颗手霉 随着一声巨响二人成功逃离 几次三番的失败 高桥只好联系头号猎人卡尔 她是隐藏在牧师身份下的疯子 为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 而高桥不惜重惊请她出山 想必强尼这次只会凶多吉少 而这边二人还在商议对策 结果却意见不合引发争吵 可这时艾力说莱德医生可以帮助他们 接着突然意识模糊开始抽搐 原来她也被感染了神经衰退症 见状强尼只好带着艾力找到莱德住所 经过一番紧急救治 艾力的病情这才得以缓解 然而令强尼意想不到的是 莱德根本不是普通的大夫 她不仅对植入芯片有所研究 甚至还认识强尼苦苦寻找的全来医生 在艾力的劝说下 莱德只好答应前去寻找 结果在途中突然遇到拦路的牧师 很快三人来到了地下救治区 这里人满为患 到处都是被感染神经衰退症的人 此刻强尼虽然同情 可他却更想知道全来大夫的踪迹 然而莱德只好坦白 原来全来其实只是医生的代号 每个医生都可以叫全来 虽然强尼有种被骗的感觉 可既来之则安之 强尼只好让莱德为他提取数据 结果传输密码根本无法破译 如今想要取出数据只能钻开头 强尼听了瞬间暴怒 莱德只好上前解释 他脑中的数据正是病毒解药的配方 只要将他公之于众 所有人因此都能快速痊愈 如今希望强尼能够牺牲自己为世人做出贡献 结果强尼听了果断拒绝 正当双方争执不休时 不速之客突然找上门来 来人正是牧师卡尔 听到一切的他直接抓住了强尼 好在一旁的艾莉甩出飞刀 这才帮其解尾 而莱德见状趁机扑了上去 拦住卡尔的同时让他们去找琼斯 生死关头二人只好赵总 很快他们来到哈德的地盘 正当强尼好奇哈德与琼斯的关系是 哈德突然打开大门 结果眼前居然出现另一番天地 原来哈德一直为反攻会者工作 通过破译卫星的讯号 将所有情报传到世界各地 而维持这里运转的便是琼斯 然而让强尼想不到的是 琼斯居然是一只海豚 眼前的海豚不仅可以超声波探测 甚至还可以帮助人类破译密码 虽然强尼对此丝毫不信 可想到自己仅剩一天的生命 无可奈何的他只好妥协 乖乖地坐在了凳子上 随着一张图片被扫描 海豚直接潜入水中 而强尼的意识瞬间来到虚拟空间 可就在破译程序进行一半时 高桥带着手下也赶到了这里 疯狂朝着吊桥发射火箭炮 强烈的震动导致破译进程中断 同时发现设备也遭到了损坏 眼下破译程序无法进行 哈德只好带着手下前去阻拦 可双方的装备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这边的高桥已经找到了实验室 直接抬枪下走一旁的艾琳 只留下强尼一人 接着抽出钢刀准备砍下强尼的脑袋 这时屏幕上神秘女人再次出现 原来她曾是砝码药厂的总裁 此后将意识传输到网络 其实就致神经瘟疫的解药早就研发出来了 然而砝码药厂为了更多的利益 并没有将解药公之于众 而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换领 这样他们便在中间谋取利益 女人曾多次提醒过高桥 结果每次都是受外界影响无法告知 这也导致高桥的女儿在病痛中死去 虽然一切真相大白 可失去理智的高桥依然走向强尼 结果这时高桥突然遭到偷袭 原来霍尔为了利益早已背叛了她 如今霍尔也想将解药占为己有 可强尼根本不会坐以待避 随即与埃利一同反击 可对方手里握着激光锁链 无奈强尼只能暂且躲避 而霍尔则是一路追击 结果双方同时掉下了集装枪 好在及时抓住渔网 这才免于掉进大海 这时强尼注意到霍尔的激光装置 随即双方展开争夺 而身强体壮的强尼明显更胜一筹 令霍尔想不到的是 她引以为傲的激光绳索 到头来却斩断自己的头颅 得以脱险的强尼却再次遇到高桥 但这次她却选择交出另一半图片 本以为危机就此解除 结果埃利刚一抬头 却遇到了牧师卡尔 想不到这个疯子如此难缠 分分钟便要把埃利钉在墙上 危机时刻强尼及时出现 虽然埃利得以获救 可面对被改造过的卡尔 即使十个强尼也是招架不住 这时埃利想到办法 搬过声波仪对准了卡尔 强大的声波瞬间把他钉住 而强尼趁机把电线扔了过去 在电光火时间 卡尔身体被熊熊烈火包围 转眼就被烧成了黑毯 这时神秘女人再次出现 提醒众人赶快找出第三张图片 因为她的意识正被公司抹除 希望强尼能够把秘密攻之于众 接着女人便消失不见 此时众人不再耽搁立刻接上电源 将强尼与海豚再次连接 结果刚进入虚拟世界 强尼便遭到了防火墙的攻击 无奈强尼只好多次复制自己 成功得到了第三张图片 哈德健壮立刻调转设备 将就至神经瘟疫的配方 传向世界各地 一切阴谋也浮出了水面 而随着数据一点点抽离 强尼的记忆枷锁随之破碎 那些被封存的记忆也一一浮现 而强尼与埃利也走到了一起 本片上映于1995年 虽然特效看似模糊 但其中一些创意放到今天仍不过时 通篇赛博朋克的元素 预测了人类未来科技的发展 同时通过基努里维斯帅气的演绎 也为后来《黑客帝国》系列 打下坚实的基础